中国女排以奥运冠军状态失常让郎平发怒,她真会被放弃吗?北京时间6月5日晚,世界排球联赛中国女排,对阵巴西女排的焦点站打响,最终经过5局的激战,中国女排遗憾以2比3的成绩,败给了巴西女排,在这场比赛,中国女排的几位攻守的发挥,有可圈可点之处。 但是,二传守丁霞的发挥不甚理想,身为球队的主力二传,在本场比赛丁霞,也自然是出任首发二传,不过丁霞的表现令人大失所望,不仅给朱婷的球太过直接,而且没有晃动,太过于开网,而且击球点滴不说还没有球投,传向四后卫的球,不是掉头就是开网, 导致边攻守无法舒服的扣球,适配非常严重,从而影响了进攻端的发挥,而且更值得注意的是,从和巴西比赛的第二局开始,丁霞的传球就开始出现了问题,频频传出开网球,以至于朱婷出现了四后卫扣球直接挂网的尴尬一幕。 而在场边观看比赛的中国女排教练郎平可以说看得很着急,面对丁霞抽风一般的传球郎平难以心平气和,在场边大声叫喊丁霞的名字,结果好不容易在第四局调整了状态之后,丁霞又在决胜局最后时刻,出现脑子不清楚的情况,原本应该传给朱婷的球, 他却抽风的传给了整场比赛,都很难下球的龚翔宇,结果可想而知,龚翔宇的扣球被对手放弃,巴西女排反击得手,中国女排在败一局,不得不说,中国女排这一战败给巴西,丁霞也有很大的责任。